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钱道点睛 大家好 我是钱道 本周一的时候 3月20号凌晨 土耳其里拉是暴跌 当天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 从7.2比1跌到了8.4比1 一度暴跌了17% 这两天呢 土耳其里拉虽然是有小幅的升值 但是到今天 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仍然达到了7.9比 而且土耳其里拉呢 他对美元汇率暴跌 好像只是个开头 土耳其股市开盘以后 伊斯坦布尔指数大跌了6.65% 触发了熔断 恢复交易之后呢 又再一次大跌3% 引发了第二次熔断 当天呢 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 称整个市场的熔断机制啊 已经触发了 股票市场和股票指数合约 以及债务证券 股票回购市场的交易全部暂停 同时呢 这个土耳其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是暴涨了20% 这个一夜之间啊 土耳其的金融系统呢 是风雨飘摇 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这一次土耳其股汇债三沙的导火线 应该说呢 就是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 在3月20号 测换了他的央行行长阿巴尔 为什么会测换这个央行行长呢 因为在3月18号的时候 土耳其央行呢 是宣布将基准利率从17%提高到19% 加息力度呢 是市场预期的两倍 这一下子就加了200个基点 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他是完全反对高利率的 他说了高利率不能够让国家得到发展 但是在阿巴尔担任土耳其央行行长的 四个多月时间里面 土耳其央行累积 把基准利率上调了875个基点 那么为什么土耳其会提高基准利率呢 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啊 就是现在不断高涨的通胀预期 在全球大放水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现在新一轮的通胀已经在路上了 要说通胀的话呢 我想这个元凶啊 应该就是美国了 美国是全球通胀的罪魁剥手啊 但是呢 美国他自己目前呢 是可以对通胀暂时无动于踪的 1.9万亿 大家看到了 这个磁地计划是刚刚最初 据说现在呢 又在谋划3万亿的基建计划 美国可以无动于动 但是那些新兴市场 现在却承受不起了 所以必须要加息了 那么为什么美国能够承受得了 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却承受不了呢 其实原因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因为啊 美国它是世界货币啊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全球新兴市场都是美元的蓄水池 美元一超发 世界就一起通胀 不管是股市楼市还是大宗商品粮食呢 都是一起上涨 这个就是美元放水的效果 那这些新兴国家呢 也只能够跟着一起放水啊 但是你要跟美国相比 这些新兴市场的经济就会比较脆弱了 通货膨胀非常的高 本币呢是持续的贬值 资本呢也是开始外流 所以如果啊 再不停止放水 收紧货币 那么未来的代价可能就会更惨 所以土耳其加息呢 缩紧流动性 本身目的也是为了遏制通货膨胀 防止本国的货币贬值 本来呢 这么大幅度的加息 土耳其的里拉兑换美元 应该是大幅度上涨 但是呢 因为土耳其总统 央行的这个鹰派行长 换下来 那市场就担心啊 土耳其从加息转成降息 随即呢 就引发了这个资本市场的全面跳水 事实上呢 目前啊 出现这个危机 不仅仅是土耳其 随着美国国债利率的上升 全球的新兴国家 都跟土耳其比较类似 同样都是面临着 本币贬值 资本流失 外汇储备枯竭的一个窘境 在3月17号的时候 巴西央行是宣布 将基准利率从2%上调到了2.75% 上调了75个基点 这个呢 是巴西央行自2015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 也是超出了预期 俄罗斯央行呢 是在3月19号宣布 把关键利率从前期的4.25% 上调到了4.5% 提高了25个基点 挪威的央行也是表示 估计下半年开始加息 比预期提前了一个季度 挪威那是第一个宣布加息的发达国家 而加拿大呢 在3月23号也是宣布 将会在未来两个月结束 或者暂停 为了维持市场流动性 而设立的五项真的工具 也就是收紧货币了 包括印度 韩国 马南西亚和泰国一些国家 现在的一些加息预期呢 也在不断的提升 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选择提前加息 或者说把加息提上日程 其实就是出于应对通货膨胀的考虑 同时呢 也是为了避免本币的贬值和资本外流 目前来看呢 巴西 俄罗斯 土耳其 这些国家呢 它是属于资源类国家 启动的加息周期 市场预期啊 韩国 泰国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 如果说未来也加息 那就有可能会启动 制造业国家的加息周期 而像美国 欧洲 这样一些最终的需求国家 它这个加息事件相对还稍微远一些 但是呢 像挪威和加拉大 这两个发达国家 提前收紧货币 可能也会给美联储 以及欧盟带来压力 从而拉开发达国家 收紧货币 或者说加息退出宽松的一个许目 目前中国 美国在货币政策方面呢 是没有什么变化 3月22号 中国最新一期的LPR利率发布 不管是一年期的实体利率 还是五年期的楼市利率呢 已经11月保持不变了 但是呢 3月24号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 发表证词 而且回答 记得提问 鲍威尔说了 预计通胀会升高 但是呢 不至于出现失控 这个呢 是他关于通胀的一个表述 那么这个表述啊 就让市场产生了很多的联想 因为鲍威尔他之前一直在说 通胀不达标 所以希望通胀能达到2% 他说美联储 有足够的方法去对付通胀 但是现在呢 他改口 破天荒的承认 通胀会比较高 只是说呢 不至于失控 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承认了 今天通胀会是一个大问题了 鲍威尔的说法呢 是明显就给市场 非常强烈的一个加息预期了 所以呢 鲍威尔的话 就让市场呢 产生了错觉 就理解成了通胀加速 以及美联储 可能会提前加息 那么当天 美股市场是硬生大跌 原油也是暴跌了6% 美元呢 则是快速上涨 整个金融市场是动荡加剧 昨天晚上 隔夜美股呢 倒指开盘是上涨拉升的 高位横盘之后 然后就开始调整 尾盘呢 还是收出了阴线 纳斯达克指数 则是收跌了2% 可见啊 这个市场对于加息预期的敏感 鲍威尔的话呢 他听上去很寒 但是呢 美联储委员 卡普兰的说法 可能就更加直白了 3月24号 他说了 由于东印的问题 今年的物价将会飙升 预计呢 今年的通胀率 将会达到 2.25%到2.5%之间 从他这种说法 其实就已经大大高于 美联储之前的预测了 那么前段时间呢 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 是一路的攀升 达到了1.75% 创下了去年 1月份以来的新高 尽管这两天呢 是有所回落 但是咱们从趋势上来看 未来突破2% 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甚至可能会冲击到 2.5%和3% 因此啊 美联储的加息议题啊 应该说呢 是越来越近 问题呢 就在于现在 疫情还没有控制住啊 前段时间 德国宣布 把封锁的时间 延长到4月18号 欧洲啊 有多个主要国家 都出现了第三波的疫情 封锁措施 也是越来越严厉 法国啊 意大利波兰 这样一些国家的疫情 都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全球的疫情呢 是再一次升温 那一旦疫情 再次导致大封锁 那么之前 所有的辅助一期 都是要推迟的 经济没有复苏 我相信 没有一个国家 想要提前加息 但是呢 通胀先来了 经济又没有恢复 资金的成本 就会很高啊 所以只能够 被迫加息 否则 通胀问题 就会严重的 影响社会的稳定 而加息呢 向来都是 资产泡沫的终结 过去一年 全球大放水 带来的是 全球资产价格的膨胀 一些国家的股价 房价的涨幅 都是创出了新高 2020年12月 美国20大城市的房价 同比是上涨了 10.1% 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 最大升幅 美国的房价 已经超越了 2007年次贷危机 之前的水平 相比2009年的低谷 将近翻了一倍 而土耳其 俄罗斯的房价 这一年涨幅都超过了 20% 像英国 加拿大 韩国 全世界有多个国家的房价 都是飙涨 但是一旦加息到来了 那你到底是保汇率 还是保房价 土耳其 我想今天 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选择 而在历史上 美国 2008年次贷危机 拖垮了雷曼兄弟 房地美 房利美 这样一些金融机构 当年日本房价暴涨 导致后来日本的经济危机 这些都是不远的例子 所以为什么 咱们中国一年以来 出台了多项严厉的调控政策 严防资金草路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 发生系统性风险 最近大家也看到了 美国十年级国债 美债收益率 快速升破了1.7% 带动了美元 进入了强势通道 美元又站上了92的关口 而美元 它在全球的大循环 是有周期的 当美元进入了强势通道 那就会带动资金 回流美国 这就是美国收割 全世界的惯用手法 所以从宽松到收紧 一松一井之间 都会在全球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 而一些新兴的经济体 经济结构比较单一 国内的市场又不够庞大 面对着全球通胀的形势 和货币形势的变化 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了 这就导致一些新兴国家 暴露出了危险风险 尤其是一些外债 偿付压力大 杠杆率高 股市估值高的市场 更容易受到冲击 那么这一次 新兴市场国家 纷纷加息 其实就是对美元利率 上升的一个提前反应 现在发达国家 目前仍然是有 维持宽松的一个空间 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 所带来的一些溢出效应 很有可能会更加的凸显 如果说未来美国经济 再有所改善 通胀稍微回升了 带来了就业状况改善 失业率下降 美联储它就算不加息 也很有可能会提前开始 减债计划进行缩表 这样的话就会推高长期利率 那对新兴市场的冲击力度 同样是非常的大 所以呢像这些 超常规的货币政策 那总有推出去的一天 不可能一直都放水的 而一旦收水了 到那个时候 资产泡沫就会破灭 债务危机呢 也会跌加而至 这个就是过度放水的代价 所以放水啊 只能够短期刺激经济 没有办法带来实质性的增长 而放水背后的通货膨胀 债务膨胀啊 这样一些高昂的代价 就会一一的凸显出来 这一切呢 其实在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已经上连过一次 这一次 很有可能历史还会重演 如果说美联储提前加息 那么资产泡沫 破灭的速度 只有可能会更快 更猛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接着聊